然後今天公開的跟老師講說 我們下半季就希望又找出幾個真的吹得好 我們直接加薪 OK 好的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們的資深蕭茗茗的知心長黑哥 昨天搞得好像做一節目的 我們不是一個好好的裁判好好說的節目嗎 因為裁判好好說這個是比較專業的一個節目 當然我覺得還是必須要有比較輕鬆 是 讓大家更了解 現在的規則也好 或我們現在碰到的一些困擾 像我本身困擾最多的就是 每一場比賽 一比完 我電話接不完 我今天就代表很多疑問 是 黑哥有說他今天有很多想要代表鄉民們詢問裁判長的一些問題 黑哥不然你先來說第一個 老師OK OKOK 不會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給你作心 不會啦 不會啦 其實我覺得 林老師是 我們當初 在聯盟 在選擇裁判長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就想邀請林鄭老師來一起參與 而且是帶領這十二位財犯 那其實這十二位財犯非常辛苦 背負了非常大的壓力 聽說催我們一場好像是 要有市場的消耗的身心靈都會受創 精神力還是要相對強大一點 會嗎? 因為幾乎每個禮拜都要stand by 都要上場 那每個都有家庭 講到家庭 講到這麼嚴重 沒關係沒關係 所以他們要付出一些時間 真的是不容易的 對對對 因為這個 全神貫注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是打主客場制 那最大的差別跟以往的球賽不同 就是 主場 那個氛圍 還有在旁邊的觀眾也好 或者 對職員 那個壓力會很大嗎? 他們反饋是怎樣 裁判看到 主場的球迷那麼多 裁判也是很興奮的 有些年輕的裁判 他看到那種場合 他自己也會很緊張 但是吹完以後 他只有一個日可以醒 老是 就是爽 這其實跟球員的舞台是一樣的 一樣的 有這種氛圍 一樣的 其實那種成就感是超越待遇 對對對 球賽 兼載度在那裡 那裁判 他上場以後 他也怕被人家扣病 所以都是 全心全力的在執行 每個吹哨 而且 籃球比賽 都是在瞬間的吹判 進攻犯規 主黨 都是馬上要做判決 對 那他們的反應就是直接的反應 因為剛剛你們有聊到進攻犯規 是有聊到進攻犯規 那我們就先從這一件事情 導致我有一些想法 因為 在我看來 有幾球 就是在過程中 從熱身賽到現在 有幾球 確實是有進攻犯規的空間 可是 常常都是阻擋 做收 那 我覺得球 球團給我最大最大的一個 意見 還有他們自己的感受 就是 比方說 打過去這邊 進攻犯規 打過來 幾趟下來 一樣的動作 確實 可能阻擋 那這個就是他們感受上最大最大的問題 或球迷啊 突然間會壓起來 就是我們講 兩邊齒都一樣 兩邊齒都一樣 這件事情是比較麻煩的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因為 開賽的前面兩週 我們裁判 基本上吹的阻擋比較多 對 可是 最近這兩週 裁判 吹的進攻犯規會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在成長 那 球團 球隊 他怎麼去適應裁判 那裁判怎麼去適應這個比賽 所以裁判為什麼在前面幾週的時候 進攻犯規吹的很少 可是 最近這兩週為什麼進攻犯規有出來 就是裁判也在進步當中 過去的一些經驗 或是 沒有注重這個環節 那後來這幾個禮拜就開始有調整 你有跟他們講 有有有 因為我們常常會影片檢視 然後看這個動作應該怎麼吹盤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吹盤 由當事人來說是比較清楚的 那我們在旁邊看的人 我們會提供我們的建議 盡量把12個裁判的水平拿到一致 這是我們目前追求的目標 當然我知道說 這是很難 因為這當然也跟我們 開始做每週給 請球團寫意見回來 回饋表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因為裁判也會比較知道說 各隊其實對這件事情都是在意的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一起跟球隊一起成長 讓整個聯盟都往更好的方向 我為什麼想要說定一個這樣的一個表格呢 大家跟老師討論 老師可以從這上面計分和評分 其實我在中間這個時候 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老師給我看到的這個評分表 那我沒有要懲罰 我反而就是要加薪 我是在這邊公開的跟大家講 我也沒跟林檢榮老師講 我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我在中間我可以有這個表格 我們當然 我們裁判目前是願意跟我們一起努力的 就這12名 可是呢 我希望在這12名當中 當然每天都有人靠杯 每天都說裁判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確實有吹得很好的 那這些不是只是我們自己在判斷 而是四肢球團的總教練和教練團他們評分的 我希望實質的 然後今天公開的跟老師講說 我們下半季就希望 又找出幾個真的吹得好我們這些加薪 可以嗎 可以啊 那未來 就我們我希望就是吹得好 以之鼓勵啦 那吹不好的話當然還是由你自己 在教育 在教育 我自己認為 我個人 以球迷或者是聯盟 可以開執行長成分 就是球迷 球迷 就是球迷的身分 其實聯盟執行長也會care 也會care是不是 就是摸毛哨這種事情 這個因為 哇 你知道嗎 我自己是 我以前是在進去搏鬥的 那有一些就是合法的推擊 碰撞 或者是你undersize 要守到大個子的時候 坐在南面 就是推擊這種 可是就有時候裁判突然敏感的 叮 這個不會想哨 下一個 叮 想哨 怎麼樣 我收視率就掉了 我現在應該是以球迷 現在是球迷 現在是球迷 不過因為這個應該是 以世界接軌 尤其國際賽 這個是不是應該是 有寬鬆的 其實摸毛哨 為什麼上半場幾乎都很少 都是下半場 尤其在下半場才會發生的狀況 尤其到第四節 為什麼 第一個 你的防守動作變成輕練性的防守 那這個球不吹 對進攻球員 有影響 就所謂的 他的肢體是不合法的接觸 對 那這個球你要不要吹 這個就是因為輕練性的防守 造成摩毛哨的發生 對 那我們也是想站在保護球員的立場 因為像Tucker 他如果用 大家都像這樣子把他防守的時候 他怎麼打球 他基本上是沒辦法 對 所以為什麼裁判會下這個摸毛哨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到第四節的時候 其實球員防守 因為比賽進入白日化 所以球員的防守動作會比較大 所以裁判們也會針對球員動作 可能心裡有一些 預設 對 他們可能會做比較大的動作 另外一個延伸的就是 夾倒這個問題 對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聯盟嘛 從熱身賽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一直在改變 那這是以往過去 台灣籃球碰到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你在學生籃球的時候 就常會有一些夾倒的動作 裁判都買單 現在比較少了 現在我們聯盟比較少這種情形 對 因為我們所有的教練 打電話內容 常常最後Ending都會跟我講夾倒 開頭是夾倒 Ending在夾倒 然後我想說 你們球隊也有人在夾倒 就是這個是要時間 其實真的 最近場數 有夾倒的動作真的 相對的跟熱身賽的時候差很多了 對 因為裁判已經有注意到 對於一些非 教練團或是球員的人走到場上這件事情 因為有很多觀眾們有提這件事情 老師我們對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其實如果按照規則來執行的話 裁判來按照規則執行是很好執行 除了教練 隊長 甚至助理教練 可以跟裁判過通 其他的是不能跟裁判講話的 老師你該怎麼處理你就處理 那以往是怎麼處理 以往的話就先 如果球隊襲擊的話 那 判在教練的基礎 基礎犯規 累積在教練的 特別犯規裡面的 六次犯規裡面一直累積上去 所以直接這樣子擦下去 對對對對對 因為那種 那種 不應該他出現了 結果他出現了 說難聽一點 你比較客氣就沒關係 不客氣的話 就當場就給提 就在旁邊講垃圾話這些 都有可能 就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講話已經 比方說 情緒已經到一種高度 太投入在前面 太投入 其實老師我跟妳講 這幾位股人都非常熱血 加薪這件事情 都是他們跟我講的 就說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 可是在場上做出來 卻不是 不是說好 要給老師們鼓勵嗎 然後我會想說 欸 我們才講完這件事情 當天晚上打比賽的時候 欸欸欸欸 你怎麼上去了 欸欸 你不是說好了嗎 那老師跟妳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太投入 那如果我以前在 當球團身分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動不掉 我自己也會動不掉 常常也要走上去 因為老師也有剪影 我的影片 欸以前以前 以前的時候 可以亂了嗎 對對對 老師就剪掉了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是都是 Part of the game 可是我們 往好的地方去努力 那這個部分我是 全力的支持老師 也跟所有裁判老師 去講說 該做什麼 就盡量去做 會 我們盡量會 聯盟這邊轉達 讓所有的裁判知道說 這件事情 往後的執行 程序怎麼樣 該怎麼樣 就怎麼樣 我們就是希望這個環境更好 最後還有沒有什麼 想要再問老師的問題 沒有就是看老師覺得 我們可以幫助裁判的地方 是在哪裡 嗯 其實對裁判已經非常 就已經非常好了 那裁判就是希望有一個好的環境 這樣子 讓他們上去的話 就專心裡球場 專心裡比賽 這樣就好了 是 對 其實我們裁判要求也不會很多 因為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區塊 那就希望有一個好的環境 上去執法 我相信未來的 是大家都看著電 嗯 這樣子 對 老師今天我講的就是 說話算話 那你整理一下 我們這兩場比 這 週末 這兩天的比賽 結束以後 你給我一個 評分表 OK好 然後依據這個評分表 我會請董事會過目 然後大家一起 說到要做到 以影片為證 對 該加薪的就加薪 以之鼓勵 那 不該上去就盡量不要再上去 好不好不要 身體跟說的是不一樣 對 有時候身體是誠實的 就是上去 對對 但我覺得就是 我個人就非常感謝裁判老師的付出 那 每一個吹判當然一定還是有改變 或改善的空間 那這個需要時間 也希望球迷朋友多體諒 對 多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一定會往好的方向繼續去努力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